本体宗出世,98级玄老竟被吓得魂飞魄散,立刻返回海神阁。 本体宗作为天下第一神秘宗门,是与史莱克学院和明德唐奇名的三大势力之一,宗门成员都拥有强大的本体武魂。 本体宗已经有几十年,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出现过,可是没想到如今却再次出世。 这次本体宗派出了两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,来到了星罗帝国,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带走霍宇浩。 因为霍宇浩是一名拥有本体武魂的魂师,按照本体宗所说,只要是拥有本体武魂的魂师,都要进入本体宗,那里才是本体武魂的归宿。 霍宇浩就是拥有本体武魂眼睛。 由于霍宇浩在这次斗魂大赛中太过显眼,才被本体宗的人发现,既然他们发现了霍宇浩, 就一定要将霍宇浩带走,况且霍宇浩可是一名极为优秀的双生武魂的天才。 所以,此时的本体宗两位魂师找到了霍宇浩,在总决赛还未开始前,他们就要带走霍宇浩,并且还承诺会帮助霍宇浩武魂二次觉醒,将来一定能将霍宇浩培养成为一代天骄,不出二十年就能让霍宇浩震惊整个魂世界。 但是霍宇浩却不愿意进入本体宗,他当即就拒绝了两位本体宗的魂师,可他们却不愿放弃霍宇浩,直接对霍宇浩出手,准备强行将霍宇浩带走。 而就在此时,98级玄老来临,仅仅一根手指,就击退了对霍宇浩出手的那名本体宗魂师,并且表明身份,就算是本体宗的宗主独不死,也不敢在他面前嚣张,对方已经猜出玄老是来自海神阁。 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,其中一人当即就开启,魂环与玄老对抗。 只见玄老一把将手中的鸡腿塞入对方口中,瞬间就破开他那满口钢牙。 另外一名本体宗的魂师被吓得瑟瑟发抖,他已经认出玄老就是海神阁的饕贴斗罗。 此时的玄老却没有在动手,而是选择放两人离开。 因为他对本体宗有所畏惧,不敢轻易得罪本体宗。 毕竟本体宗的那位宗主实力强悍,若两人真的动起手来,玄老也未必能战胜独不死。 只是这次霍宇浩武魂暴露,却让玄老非常担心,本体宗的那位宗主独不死,肯定不会就此罢休,独不死不仅实力强悍,为人更是蛮横,从来都不讲道理,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 霍宇浩是本体武魂,就已经给他添大的借口。 此时的玄老立刻返回史莱克学院,要将这件事通报海神阁,让众人做好准备。 如今他只希望独不死那家伙的动作慢一点,等总决赛结束,霍宇浩顺利返回史莱克学院,到时也就不再惧怕独不死了, 毕竟史莱克学院高手众多,还有99级龙神斗罗坐镇,想在史莱克学院抢走霍宇浩,他根本就做不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